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段谈话也随即引起了中美台三方朝野的不同回应与解读 川普在接受服饰新闻网专访时 被问到他安排跟蔡英文通电话的过程 川普表示 外界说几个星期之前就已经在考虑是错的 他大概是在蔡英文来电之前一两个小时才听说这件事 随后他主动提到一个中国政策 指出他完全理解一宗政策 但除非美国与中国大陆在贸易等其他事项能够达成协议 否则的话 他不知道为什么必须受到一中政策的约束 川普指出 中国在货币政策 南海和北海议题等方面 都跟美国立场不符 所以他不希望让中国来命令他做事 而对于川普关于一中政策的说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 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及前提 中方敦促美国新一届政府及领导人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 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慎重稳妥处理台湾问题 以免中美关系大局受到干扰及损害 台湾方面 总统府和外交部都保持低调 没有任何回应获得评论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则表示 台湾当局同等重视台美关系及两岸关系发展 而前总统马英九则在出席一场座谈会时表示 川普现在还不是美国总统 如果川普在明年1月20号以后还主张这种说法的话 到时候评论起来比较有意义 另外 川普今天早上在社交媒体推文 反击奥巴马政府暗示俄罗斯协助他赢得大选 而对于先前传出的川普可能任命ExxonMobil美孚石油公司执行长 Rex Tillerson出任国务卿一事 川普则表示还没有确定 日前 白宫传出 欧巴马总统已经下令中央情报局CIA等单位 彻查从统大选期间 俄罗斯骇客侵入包括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内的网络系统窃取资料 冲而影响美国大选 而川普在今天的推文中以反问语气表示 能否想象一下如果大选结果跟现在相反 而川普阵营打出CIA和俄罗斯牌会是如何 这一定会被批评为阴谋论 而对于川普可能提名跟俄罗斯关系密切的 Exxon美孚石油公司执行长提勒森出任国务卿 川普则在福斯新闻专访中表示 提勒森不只是企业主管 他也参与许多国际事务 是一位世界级的玩家 他在稍早的推文就表示 关于他是否会提名提勒森出任国务卿 请大家拭目以待 由于提勒森跟俄罗斯的生意往来密切 还曾经获得普京颁证的友谊勋章 因此有不少民主共和两党的国会议员 对于提勒森有所疑虑 尽管也有人指出 提勒森代表跟俄罗斯洽谈的生意 只是艾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整体业务的一部分 而他如果出任国务卿的话 就会以国家利益为优先考量 但媒体评论则认为 如果川普提名他的话 提勒森势必在国会听证会中 面对很多尖锐的问题 中国空军多架战机 于上周六早上飞越宫古海峡 前往太平洋 进行例行远海训练的期间 绕行了台湾一周 台湾当局事后主动的发布了消息 而中国媒体报道还指出 中方战机曾经受到日本自卫队 两架F15战斗机的近距离干扰 还发射了干扰弹 对此日本防卫省予以否认 而中国国防部则表示 将会提出严重的交涉 根据新浪军事新闻报道 中国空军于当地时间10号 出动了27架各型军机 飞越宫古海峡 日本则派出10架F15战机 驻日美军也出动1P3 和RC135飞机收集群炮 不过报道也指出 双方现场遭遇的 只有两架日方F15战和6架中国战机 对此日本防御省指出 自卫战机紧急升空 是遵照国际法与自卫队法的 严格程序形式 不存在日方近距离干扰 也没有发射高鸟弹 危害中国军机与人员安全 防御省表示 中国国防部的讲法明显与事实不符 有损中日关系改善 对此深表遗憾 而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则表示 宫古海峡是公认的国际航道 日本军机的行为危险及不专业 破坏了国际法赋予的航行及飞跃自由 中方表示严重关切并提出严正交涉 而在台湾 国防部也一反往常的 在中国战机落地之后主动发布新闻 表示中国军机曾经绕行台湾飞行 并表示状况都在军方掌握之下 呼吁民众放心 再把焦点转到香港 香港特首梁振英上周五突然宣布 将不会竞选连任之后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今天宣布辞职 并表示会尽快决定是否要参选特首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宣布 他已经于今天早上提出辞呈 将从明天起休假 由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代理 曾俊华表示 参选行政长官是严肃的问题 会尽快做出负责任的决定 并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而有意参选特首的立法会委员 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则表示 曾俊华已经跟他通过电话 表示会参选 叶刘淑仪并表示参选决心坚定 只要获得新民党通过 就会宣布参选特首 另一方面 香港选举委员会戒别封主选举 结果今天也尘埃落定 民主派取得325席 比上届205席大幅增长 亲北京的建制派 则大约获得800席 湾区消息方面 欧克兰市议会将在明天 对欧克兰和阿拉米达县 为美式足球突击者队 Riders新建新球场的计划 举行公听会并且投票表决 突击者队 早先由于球场老旧 但无法筹得足够资金改建球场 因此考虑搬出欧克兰 而赌城拉斯维加斯则积极争取该队进驻 表示愿意拆支13亿 新建全新的球场 为了留住突击者队 奥克兰市府和阿拉米达县府 提出了新建球场计划 将新建一座 造价12.5亿 有55,000个座位的新球场 新建资金由美式足球联盟NFL出资2亿 突击者队出资3亿 剩余资金则来自两家投资公司 奥克兰市政府表示 足球场计划将不使用 阿拉米达县和奥克兰纳税人的税款 也不使用现有的奥克兰球场的土地 此外还将在足球场周边 打造一个大型捷运中央车站 并开发周围房地产 以加强对捷运站的使用效率 由于目前突击者队 适合联邦大联赛运动家队共用球场 因此新球场的位置还要等大联盟决定 运动家是否要留在现有球场之后才会有定论 美式足球NFL纽约巨人队昨晚在对达拉斯牛仔队的比赛下半场逆转胜 以10比7击败了牛仔队 终止了牛仔队的11连胜 这场比赛一开始 取得首发攻击的巨人 前两波攻势都以气踢收场 而牛仔队则在首节最后5分钟取得突破 外接员威廉斯完成31码打阵 牛仔队第一节以7比0取得先机 下半场两队进攻组的状态依旧不理想 巨人在第三节开始5分钟 靠着一记39码射门追成3比7落后 而在第二节即将结束之前 巨人队操劫成功 并且由贝克汉狂崩61码打阵 以10比7反超牛仔队 而两队随后就都没能建立有效攻势 最后巨人队就靠着顽强的防守击败了主场牛仔队 联赛NBA奥克兰荆州勇士队 昨晚客场出战迷尼苏达松林郎队 勇士队在前三节多半处于落后局面 但在第四节靠着凯雷托森单节攻下12分带动之下 打出一波25比4的优势 帮助球队反败为胜 中场以116比108击败森林郎队 目前勇士队战绩21胜4败 高居联盟第一 最后看到的是中国甲祖足球的北京人和俱乐部宣布 前担任该队队长的名将孙继海正式申请退役 结束22年职业球员生涯 孙继海现年39岁 4英格兰职业足球史上首批中国球员之一 职业生涯先后效力过7家俱乐部 累计帮助三支球队收获10座冠军奖杯 孙继海征战英伦9个赛季 英超出场123次 英格兰联赛和周际杯赛共出场169次 并于2015年入选英格兰足球名人堂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